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MDBR关键人物 刘特佐涉嫌罗用一码资金购买的私人飞机 据悉 该私人飞机去年被新加坡执法单位扣押 目前停放在史里达机场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8月13日报道 马哈蒂尔8月12日和夫人希蒂哈斯玛一同出席公开活动后 被问及政府是否试图从新加坡取回刘特佐的私人飞机时说 我们必须将它带回马来西亚 我们尝试取回所有被盗取的钱 我们知道谁拥有这些钱 但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 我们有必要提出有力的证据 以便能取回相关资金 不过他说 他不清楚有关所为刘特佐私人飞机的细节 此事已交由有关当局处理 据报道 美国司法部此前要求冲攻刘特佐的私人飞机 以便调查一码资金被挪用的案件 该价价值3500万美元 一美元约合6.85元人民币 本网驻的庞巴迪全球5000型喷气式飞机 被指示一码公司遭到用的10亿美元资产的一部分 他据称已于今年2月在新加坡被当局扣押 不过 新加坡警方以此案正在调查 不便回应为由 拒绝证实此事 报道称 此外 针对刘特佐博士 美国已证实平静号是用一码资金购买的说法 并指这是马哈蒂尔 把自己的话套在美国政府的口中一试 马哈蒂尔以一贯嘲讽的方式回应说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把话套在美国政府口中 他表示 刘特佐若有疑问 大家可以询问美国当局 他可以问问当局 我有没有扭曲他们的意思 是我草拟那些文字 然后塞进他们的嘴巴吗 不然 他应该接受事实 刘特佐12日通过律师发表声明 指责马政府撒谎 并称美国法院并未证实任何事情 马哈蒂尔政府就擅自将平静号带回马来西亚 令刘特佐受到媒体公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